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件事,就是說我們這個插入列 如果你從那個,假設第三列好了,你如果按右鍵插入一列之後你會發現 它會怎麼樣呢?如果你從I等於3第三列開始好了 第三列幫我插入列一直到下方的話 那你會發現插入一列之後,原來的第三列就會跑到第四列去了 所以基本上那個位置會跳動 那為了解決這個跳動,你可能要什麼,再去計算 可能插入一列那邊你要再加1,再減1其實太麻煩了 所以我有另外一種解法,就是說你乾脆從下方開始 如果你32列插入一列之後的話,你如果再往上的話再31列 有沒有,然後再來30列,你會發現喔 你就不用去管說你新增的那一列要不要加1 或者要不要減1的問題了 所以理論上喔,如果你要插入列或者刪除列的話 你可以從下面往上倒過來 之前我們回圈是越來越多嘛 比如說1到31,那現在的話呢我們可以把它顛倒 從最下面的,可能比如說呢31,再把它倒到3就好了 那如果像這樣的話,我該怎麼撰寫這個程式啦 我先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寫好的,假設我今天要產生總共有三個按鈕 先產生兩個按鈕,比如說我今天要插入列的話 那比如說我這邊已經寫好了,我先demo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邊,不過特別注意喔,這個是不可逆的喔 因為它不像說你如果用那個滑鼠鍵盤 它可以Ctrl Z可以復原 但如果那個VBA跑完之後,它沒辦法復原 那這個是插入空白列 另外我再產生一個就是刪除空白列 那我先demo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地方有沒有,可不可以快速的去做這件事 那裡面的話呢,程式喔,頂多就只有三行吧 大概就三行程式,一個迴圈,加一個raw的insert跟delete 比如說我插入空白列 有沒有發現,全部插入了 然後呢刪除 有沒有,動態的喔,這個是動態的喔 有沒有,那你要怎麼樣我都可以 有沒有,兩個按鈕 不過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旁邊的按鈕會變大變小 為什麼 因為這個按鈕喔,它預設會隨著你的那個儲存格的列高調整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這個不知道我跟各位講過 按右鍵 有一個什麼呢 控制項的格式 這邊有個叫摘要資訊 摘要資訊裡面喔 記得呢,把它改一下,改成什麼 大小位置不隨儲存格改變 預設是會啦 你把它改一下 像剛剛會變大變小 你可以一次改兩個啦 我剛剛沒有兩個選 這兩個一起選 我試一下,插入 馬上OK 刪除 它就恢復了 那這裡面的話,程式該如何撰寫 兩個,兩段程式 一的話呢,我們先來講插入空白列好了 插入空白列呢 剛剛講過就是你用那個roll roll的那個 這邊,請你到Visual Basic裡面 然後呢,記得呢 第一個,先做幾件事 這邊的話,請各位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呢,叫做插入空白列 一樣吧 然後呢,跑一個回圈 回圈的話呢,基本上我們是從哪一列呢 從第32列 因為我要從這一列 32到第三列就好了 第二列不用 因為如果你第二列再插入一個空白列的話 那會多一個這個欄位下面 這個不用 所以 先設定好範圍 32到3 32到3 特別注意喔 因為是反向的喔 所以呢,如果你是反向回圈的話 請記得喔 後面呢,請你再增加一個所謂的那個 step-1 step-1的話呢 指的是 越來 我先把這個喔 先 往上一下喔 插入空白列 那記得喔 如果你今天呢 32到3 那應該是越來越少 那如果正向是越來越多了 不用加 因為預設是step-1 越來預設喔 所以如果是預設值的話 你可以不用寫step-1 就接 那個等差嘛 對不對喔 那如果你要越來越少 這個一定要打 step-1 這個一定要打 它才會越來越少 那意思就是說呢 我要跑一個回圈 就是從第32列到第三列 做什麼呢 幫我插入一個空白列 插入空白列 我剛剛講過啦 你就是打一個什麼 Rose 有沒有 這個物件 刮弧 後面他會問你說 第幾列 我們就第i列 i的話 從32開始 意思說 32插入一列 再來31插入一列 依此類推 所以後面的話呢 請你再打一個點什麼呢 in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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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完之後 誒 程式非常簡單 就真的只有三行而已喔 那如果說呢 你希望能夠看到結果的話 我是建議 你如果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先按F8 逐行去跑跑看 F8就是逐行 所以我們試試看 這邊打完這一段程式 然後按F8 他會先讓我知道 i現在為32 那我意思就是說 Rose32 就是第32列 怎麼樣的 insert 好 按F8 執行 那你會發現喔 誒這一行執行完之後呢 你可以在32的地方 看到有一個什麼呢 空白列出現 有沒有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31 所以NAS 31 誒有沒有 一時類推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樣全部執行完畢之後的話 誒 他就自動呢 乖乖聽你的話 全部呢 就 每一個的那個 什麼呢 這個下方 全部都幫你插入一個空白列了 啊 程式不多啦 三行而已 應該也不難記啦 算起來其實應該 如果會寫的話 應該比剛剛那個方法好 而且呢 這個方法的好處就是說 他不用選擇性貼上 你會發現喔 因為你是插入啦 所以他還是會跟著 所以裡面的話 假設你現在變動有沒有 假設變成2019 有沒有發現 底下還是正常 還是照著會跟 跟著變 OK 所以這個好處是 不需要選擇性貼上 是 我請問為什麼 你插入的時候 不會帶出 下面的格式 帶出格式 帶出格式 因為我們插入的時候 會帶出 我插入的時候 會帶出下面的 比如說我們會把它 周日跟周日跟周日的那個格式 它會被帶出 理論上應該會跟著啊 啊 我知道 下面應該不會跟 下面也會跟啊 如果說你這個設定格式化跑掉 你可以從常用裡面 再到設定格式化裡面 管理規則 管理規則裡面的話 看一下 你的那個 它的範圍喔 預設我們好像到32列啦 那你看一下 如果你沒有 是不是這個範圍要跑掉還是 其實你們那個底下這邊 好像這邊會有一個格式 有沒有 這個格式實際上是跟著禮拜六的 禮拜六的 其實道理很簡單 因為喔 它如果裡面X6空白的儲存格 它會 weekday判斷回來 如果是空的 它會把它當成禮拜六 等於是說呢 這應該算是它一個bug 它本來是沒有東西 可是它卻判斷為 是禮拜六 所以它格式也會是禮拜六 這個怎麼解 很簡單嘛 你可以怎麼樣呢 一樣喔 到那個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 管理規則 把那個weekday 這個管理規則裡面 你找一下目前的這個工作表 或者目前的這個 然後你把禮拜六的這個公式 做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呢 第一個我要格式的一定是禮拜六 可是還有一個第二個條件 如果你要格式的話 第二個就是裡面不能是空的 如果裡面是空的 那不要幫我格式化 所以這邊的話 變成它會有兩個條件喔 第一個條件一定是 資料裡面是等於7 第二個條件是不能是空的 兩個條件 所以你會發現呢 以前如果說兩個條件 那我們要怎麼打 而且兩個條件都要同時出現 同時出現喔 對 AND 那其實這邊可不可以下公式 可以啊 一樣啊 所以你可以怎麼做 你就是在這邊 先把那個管理規則 對不對 在這個前面加一個AND AND 對不對 前括弧 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是什麼呢 逗點 A2怎麼樣呢 它不能夠是空的 不能夠 不等於 空的 雙引號 空字串 後括弧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有沒有 因為它這個應該算是它裡面 內部的一個bug 它怎麼可以把空的也當上禮拜六 不對啊 OK 所以變成它錯了沒關係 我們可以再把它補上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理論上 再套用或按確定一下 你會發現 這時候有沒有發現 你如果做完之後 應該剛剛那個問題就不存在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啦 因為這個也是 可能要注意一下的 這個公式 試一下 等於是說 以後反正 你要設定格式化條件 假如說發生了某一個情況 你要避開另外一個的話 其實就是邏輯 邏輯上面再加一下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剛好 前面剛好講過邏輯 所以後面的話 反正你只要遇到邏輯的問題 其實都可以利用AND或O來解決 請各位另外就是插入空白列的部分 再練習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看那個 就是刪除空白列 特別說插入跟刪除兩個都要對 不然的話 而且你如果做練習之前 我建議你可以先另外複製一個工作表 再來練習 不然的話 因為它沒有辦法讓你 復原喔 所以如果你假設做錯的話 就也回不去了 OK 所以盡量喔 你在做練習的時候 請你把那個綜合練習 有沒有 這邊綜合練習啊 你先做複製 Ctrl鍵按住拖拉 它會在旁邊幫你產生一個 複製一個複本 那你在複本裡面練習 這樣比較保險 不然的話 如果你做錯了 你要還原就會有問題 就散開了 好 好 有機會 打開